帥哥 吉士你好 你好 感動朋友大家好 新竹的葉小姐說 吃味噌糖很好 說買罐頭 怎麼煮就是省一味 都沒有這麼好喝 太常煮簡單方便又好喝的衛生湯 還有什麼糖 有 什麼苦類什麼糖類 好 來 我們來看看我們攤財在哪裡 好 來 來 味噌是豆類嘛 味噌是豆類做喔 對 豆子其實去豆瓷 去釀造發酵的嘛 古類 米啦 先用一點點水就好了 先用一點點水 我現在煮這個 這個 小米 小米的 因為這個頭一次 這個米水 這個麥芝 不要洗太乾淨 視頻營養學家教我們說 洗米呢 不要洗得太精白 因為它本來其實就很乾淨 就很乾淨 但是也是稍微不要再洗一下 對啦 可以 頭一盤的麥芝 好 來 現在這是第二盤的囉 是 第二盤的 第二盤的水就比較乾淨了對不對 我們水就可以多用一點 你差不多一杯米的量 我們用兩杯 這兩杯半分量的水 第二盤你看看 現在這個洗米水 白了白了對不對 好 來 放在鍋裡來 放在鍋裡 這就是頭吃飽啦 頭吃飽 對 我們用洗米水下去煮 是 米本身是不是有一點澱粉末 什麼放來米粉 再來米粉 也就是那種粉啊 是 我們不可能拿米去多粉 那火氣要做什麼 所以說我們在吃飯前 洗米的米水 當然第一盤的水我們不要去 用第二盤洗的水 大概2.5倍的水量 這個喝起來會滑水 還要再營養 還要再說 我們米的米是算一種 這個骨類的東西 你現在我們跟這個一結合 味噌原來是要這樣炒的喔 這樣炒 還沒炒那種 對喔 現在你要用肉燒 直接炒在湯裡面 但是它會炒到沸沸沸 我們這樣煮的時候 這個豆子裡面 蘋果味噌裡面 它如果有粗粒豆子 我們可以再滑一滑 我們這個最原始的味噌醬 會比較鹹一點 所以我們的比例 我們比這個鹹度來說 大概12分之一 來注意看 我們現在這個粗粒不要在 真的有豆腐耶 對 這個粗粒的這個就粗豆腐 我們這個不要在 所以炭姐就會喝到 默默默默默 沒有豆沙的味噌醬 對 我們這裡有好的這個豆腐 味噌湯一定要豆腐囉 對 會記得喔 一定要滾 以後我們這裡放豆腐 有什麼呢 因為我們有一個豆子炸 我們這個是不是 小米水有一個吸收狀 好像有固固的澱粉 包住豆腐 包住那個豆腐 豆腐會更加滑 好不好 染色酸辣 對 染色酸辣 這樣就好吃了 你不要太甜了 很香 很香 不過這種香不是西鹹的味噌香 或是一種說不出來的香味 就是那個洗米水 嗯 其實說 甘甜味賴煮味 而且濃濃的 但是不甘粉喔 就很濃稠 那種 要吃牛的水 如果他就很溫暖 的話 有很多東西 什麼呢 照顧